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吧 这个真的是超典型的 出租厨房了 你看这个瓷砖 非常的丑 油腻腻的 这边还有破洞什么的 然后呢还有这种拉整的东西 台面也是一样的 你看这种发了霉的缝 我觉得大家给这个房子的爱可以多一点吧 这些都是发霉的 发霉的东西 我都不想呼吸了 露出的水管 那么臭 一股那种油的味道 还有为什么有一些厕所的味道 稠稠的铝合金窗户色 然后呢也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些年代感 大家都发黄了 有看到吗 油也发黄发霉什么的 然后这边 这是什么鬼 哎呀你看啊 这边那个估计是第二任的主人 看到这个窗户纸也hold不住 然后自己把往上面贴上这个A4纸 就直接把A4纸贴上去 你看那个油已经渗到纸里面了 我一开始还以为油纸呢 这边没有收纳的东西 就只能这样搭在桌面上会特别乱 我们看一下这个厨房的平面图 为了利用好这个2平方的小空间 我们将它分为4个区域 机体改造我们主要是通过 贴厨房专用墙纸 专用地板贴纸 给窗框和水管刷漆进行改造 虽然会贴纸 但是原来的油污和发霉的地方 都需要先清洁好 避免以后出现霉菌的问题哦 我是谁 第一步深度清洁 针对厨房的清洁 我们需要用到的神器有什么呢 首先普通污渍的话 抹布加上企节筋 或者直接用牟利擦就可以了 其次去胶印去油污 特别适用在瓷砖灶台不锈钢上面 意大利打工机全能清洁剂 特别适合啦 另外呢如果发霉的话 就可以用花王瓷砖防霉专用泡沫 如果发霉特别严重的话 我建议用去霉这里 现在就跟我来清洁一下啦 剩下这些消老的话呢 之前给大家分享过这个大公鸡 非常好用的 我们来试一下看好不好去 然后加一个钢鸡酒 喷它喷它 让它沐浴在我大公鸡里面 哇 哇 大公鸡真的是实验上最好用的 搞定 耶 它干净了 这个就是瓷砖防霉砖用清洁胖 超赞的 当然就要搭配这个 专门刷瓷砖缝隙的刷子 超级硬 绝对 鸡腿脏 如果呢 你加上那种 顶都是纸砖的浴室的话呢 你就可以换成这种 伸缩刷子 然后也是中间可以凸出来 可以刷一些缝隙什么的 它是伸缩的 这个是怎么用的呢 分在最脏的缝隙那里 然后等个两三分钟 就可以用刷子刷刷刷刷刷刷的上来啦 在这一些空气里面喷喷喷 那有一个诀窍呢 就是从上面开始分起 那这样呢 这个泡沫就会一直往下可以省一些 后期我们会切厨房墙纸 所以刷掉霉菌就可以了 没必要擦到非常的白劲 请大家告诉我 你觉得家里清洁最难的是什么呢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厨房和卫生间改造的内容 可以扫码进群 到时候西姐会在群里单独做一次分享 这些窗户的花纸怎么去去掉呢 你们猜究竟哪个更好用呢 那我就会从猜中的弹幕中抽一位 送这个神器 下期改造开奖 我现在就来测试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它撕下来 撕下来以后呢 就用抹布沾上这个天拿水 往上一边擦 然后一边擦呢 就一边用这个钢丝球把它 花点耐心把它脱掉就可以了 这样演示给你看 Joyme 这个之前的中库是尝试撕过的 但是真的很难撕 所以他放弃了 最后就贴上了A4卷 最后就贴上A4卷 嘿嘿 我还从家附近的城广四四 手上学到的这个 他平常用来撑牛皮线广告的一个神器 哇!好爽喔! 哇!好爽喔! 有看到嗎? 哇!不錯喔!這個月好好耶! 好好喔! 我感覺人生已經到達我的口罩! 瓷磚這一邊有一些洞洞的話 先補了我們再貼瓷磚的強填 那我們是專門可以用這種瓷磚修補劑 它是分A技和B技 那我們呢1比1把它都拆出來 然後放在一起攪拌均勻 然後把它補上去就行了 就譬如這樣子把它刮平就行了 因為我們要沾貼紙 所以不需要把它擦乾淨 然後洞就剥完了 2到4個小時等它乾了 我們就可以沾牆紙了 那我們這一個窗框的話都是很醜 所以呢 需要用浮炭漆把它刷乾淨 然後因為它味道比較大 我自己是比較敏感的 我自己就用了這一個 包圖面具大明星啊 刷之前的話先用美人紙 把它遮蔽一下旁邊的位置再刷 因為刷遊戲差不多了 露宿的管子也刷成統一的深灰色 那我們準備刷第三層漆咯 那第三層的話呢 我們希望它可以均勻一點 所以我就換成刷子 因為廚房窗戶對著阻廊 為了更好的保護隱私 我們重新貼上淡雅的窗戶膜 用的是靜電窗戶膜 它沒有膠 用清水就可以沾到窗戶上 搬走的時候撕除完全不留痕跡 我怕瓷磚有縫直接貼貼紙不平整 會不好看 所以買了這一個叫美鳳貼的東西 貼出來的牆紙應該可以很平整了吧 但是要一條條貼好像有點麻煩 請問麻吉仙芝要不要貼呢 人家就要試一下嘛 啊 啊 沾在一起 啊 那怎麼辦 挪不了胃耶 氣泡就沒辦法出去 哎千辛萬苦貼了美鳳貼 結果發現明明就很難貼嘛 還能看到鳳 早知道就聽貓主子的 其實如果牆紙的顏色能夠遮蓋鳳的顏色的話呢 根本不需要貼美鳳貼的 直接貼上去 即使看到瓷磚的形狀也ok的 不會不好看的 這牆紙防油又防水 棒棒的 爐灶上方貼上造型獨特的水晶牆貼 它防水不沾油而且有厚度 因為比普通的牆紙貴 所以沒有整個廚房去貼 這款產品是我們經過反覆測試 挑選出來的瓷磚貼 具有非常非常多的好處 可以說是打敗市面上全部的瓷磚改造產品 有什麼優點呢 第一它的立體感 遠處看就好像貼了真正的瓷磚一樣 第二非常的厚實 可以遮蓋住瓷磚間的縫隙 第三防水防油 施貓布一擦就可以了 跟普通的瓷磚一樣處理就可以了 第四非常好撕除 不怕破壞原有的牆面 五每塊的面積小 非常好操作 不怕手殘擋 第六設計的時候 給每一片留了對齊的地方 不需要自己對齊 傻瓜式的操作 我用橡木色木紋的PVC貼紙 改造櫥櫃檯面 垂直面下面要多貼8公分 營造出木板厚度的感覺 除櫃貼紙在洗手盤的邊緣 要貼上防水條 這樣就可以防止水滲進貼紙的邊緣了 然後我們貼上地板貼 兩天後 你看兩天就變成這樣了 天吶 這太爛了吧 這股東板 事實證明 買東西有升級板 有加厚板 必須得買升級板 這個很好貼 然後貼第二塊的時候 稍微重疊一點 如果貼紙很硬的話 可以用吹風機加熱軟化一下 學到了嗎 硬硬的也可以喔 這個地板貼 防瓜 防油 防水 還防霉 地板木 收納盒裝飾 櫥櫃外 我們使用可以側裝的伸縮桿 安裝蓮子 用免釘膠增強黏力 為了增加垂直空間的利用 我在牆面安裝了一個隔板 還有一個物流箱 隔板上放置常用的廚具 而物流架可以擺放可愛的杯子 既可以作為收納還能展翅 改造完成 你準備好了嗎 暫停暫停 點贊到以萬 發布下一期改造 古風漢服Girl的出資屋 既然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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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要購買鏈接的 可以掃碼金裙 我們也會在裙內 送出部分廚房改造產品 Joyce家的廚房 雖然只有兩個平米 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它的桌面 櫥櫃還有立面的空間 它的收納容量也足夠它長期使用的 Joyce平常很少吃爆炒的食品 自己做菜的機會也不多 所以即使出租屋裡面沒有配備油煙機 問題也不大啦 不連的話也不容易當的 比較適合出租裡面 一人食的無油煙烹飪工具 我就推薦大家買一個 迷你的小烤箱 還有迷你的電飯包 僅僅是用這兩個工具 就可以做出超級多樣的菜肴啦 關於這種超級小的廚房 我推薦三件省空間的好物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 多功能硅膠摺疊綠水捲簾 這個好物超級讚是我的最愛 第二個旋轉折疊 抹布架 那抹布乾了以後 將它旋轉貼住牆面 一點都不佔空間 第三個 超簡易桌面折疊支架 它可以用來瀝乾杯子 又可以撐垃圾袋 非常方便 那今天的廚房改造視頻 就到這裡啦 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三聯合點贊哦 那下次視頻再見 拜拜